昨日恒指波幅巨大,很大的程度是跟随内地A股走,A股则深受贸易战影响,现在,连打压华为也成了中美贸易谈判的一部分了。 这是特朗普自己说的,尽管特朗普经常说了不算数,不过,当特朗普说打压华为是中美贸易谈判的一部分,那里还有多少美国盟国感跟车太贴,一起参与围攻华为,说不定有一天,特朗普与习近平谈判成功,也不再打压华为。 我认为华为不想使反而成了最明智的决定,不想使也就不透明,让特朗普猜不到真正的实力,至今为止,我们只听到特朗普天天说,他将在G20会议上会见习近平,但是,习近平一声也没出,中国外交部仍然未表态习近平会与特朗普会面,当然,特朗普也正在施压, 说如果习近平不见他,3250亿美元仍未征税的中国产品,将马上要交25%关税,除此之外,特朗普于5月10日开始,向2000亿美元的中国产品征收25%关税,很快的就会抵达美国口岸而交税,相信这段时间是中国指势衡量者批货经过征税之后的反应,看看自己是否承受得起。 看看美国消费者的反应,如果反应是可控的话,习近平是有可能于G20会议上不见特朗普。 果真如此,股市必在有震荡,但是,反过来,如果中美双方于近期宣布习近平将于G20会议上会见特朗普, 股市又会出现利好的因素,又是一场赌博,利好利淡对股市的影响都会很大。 如果习近平真的不见特朗普而股市大跌,是可以考虑趁机吸纳基建股,消费品股,零售股,收租股,汽车股, 一切与刺激经济,推动消费的股都有炒作的价值,因为如果中国准备硬碰硬,必然会全力推动全部消费,减息降准。 。